买了这一架马甲 两百多块钱贵死了 前面就是地铁了 大家好 我是九哥 今天是1月26号 今天广州的天气还是挺冷的 10度左右啊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了 我现在是在广州南站这里 看到这后车停这里面 都已经挤满人了 但是呢 我看到 大部分人呢 都是戴上这个口罩的 也有一少部分是没戴口罩的 因为这个甲牛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得这个甲牛 前段时间呢 很多人都得了这个甲牛 像我们公司的 之前他们 大部分人都是被感染过的 他们都是请假 请了一个星期回家休息的 跟那个情况差不多吧 这里是广州南站的三楼 西津站口啊 我现在是在外面 看到外面啊 好多人打车过来的 拉着大包小包 现在小孩 学生嘛 也放假了 我们进三楼的后车停里面看一下吧 看到前面有几个这个戴着红围巾的 这个是治安的吧 应该维护治安的工作人员吧 如果说你忘记做几号线什么的 可以鸡选他们 进来到里面 看的每一个入闸口 都排着长长的队 B区 A区 这个进站的话 如果说你们是赶的个高铁票的话 还是提前一个小时过来比较好一点 毕竟里面还要检查嘛 这是入闸 入闸里面还有一个检查 都是要排队的 像我们充运的话 都是高峰期 客流量的高峰期 我们都要提前一到两个小时过来 是最安全保健的 我们现在就是 在这个过安检的时候了 每一个都是在排长队的 因为洗礼太多了 有一些人背着 真的是把那个被子 筒啊席子啊 全部都拎回家了 大包小包嘛 比较多 现在进到后车厅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个 研究量 皮先 拖着一个皮先 再提着个包 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两个包 就基本上每一个人 都是提着两三袋的 还有一些更夸张的是 但是我看到那个行李都好几十斤重啊 七八十斤都有 真的很夸张的 因为他们就是出来打了一年工 什么东西都捡回去 什么牙刷牙膏这些可能都要讲 捡回家里面 开水打开水 我试吃惯了一圈啊 这个后车厅里面的座位都是满人的 基本上都是没有空的 就是往前面看一下吧 今天天气也真的是太冷了 必须要穿上羽绒服啊 没有羽绒服都扛不住 我昨天在晚上收到消息说啊 他们这个购票 在晚上购票都签不到票 要来这个窗口这边买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为每年到这个冲韵的时候 或者说什么国庆啊 五一啊这个万季的时候嘛 很多人出行的时候 都买不到票的 最大的原因是 可能背后有这个环流在操作吧 很多人都在反馈 新闻都热火朝天的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杀到这个新闻 像我是今天过来嘛 我只买了一个票 一个账票比较近的 我就可以进来 有票可以买 像他们是那些外省的嘛 河南河北啊 或者其他那些比较远的 外省地方的人 他们做长途 他们那票好说 听他们说好像都是抢不到的 像火车火车都挤满了 高铁高铁也没有票抢 现在我们买票都是要提前半个月 去抢票 抢不到 太难了 以前说没有高铁就是靠大巴 还有那个火车的嘛 说是行程比较久的话 就很多人都回不了家过节嘛 但是这几年的话 你开通了高铁之后呢 速度快了很多 但是听他们说还是抢不到票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这个现象 对于冲运潮 我是没多大体验感的 因为我毕竟不需要抢这个票回去嘛 我是直接坐大巴回去的 以前 现在都好很多了 现在我们直接是打这个送风车回去了 都不需要去抢票了 就简单很多 但是他们做那些长途的就不一样哦 他们是坐几个小时的 必须要坐高铁嘛 他们连票都抢不到 哎 真希望啊 这个是某些单位该出来 管理管理一下才行啊 真的是 我们去对面再看一下吧 装一圈 高铁站这边还是蛮大的 呃 那个广州的白云站啊 那边也开了 那个新的火车站 是最大的广州火车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那边看过 目前呢 我还没到去那边看过的 有时间我去那边看一下 多是人 哪里都是人 我们现在去那个坐 上地铁啊 上高铁了 这些人全是坐长途的 可能也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坐短途的了 我是坐一个站 然后就下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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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地方是好地方 开的比较少 到前面去 部分店开的 这衣服店还是可以的 来这里看看这衣服 买了这一件马甲 连百多块钱贵死了 这边环境还是可以的 就是客流量比较少的 就是这些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坐地铁的 上班上班的时候 经过这里而已 但是这里还有个麦当劳 客流量真的少 好 好 中文字幕——YK